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明朝有这样一位将军 他是被皇帝任命的边关主帅 奉皇帝之命保卫大明江山 同时也保卫关内的黎民百姓 他的任务就是抵御后金的侵略 而结果呢 对他寄予厚望的皇帝 却判处他以折刑千刀万剐 而他所保卫的百姓 却生吃了他身上割下的肉 而改朝换代以后 以前的后金 现在的清朝皇帝 却对他大家赞赏 说他忠于所示 后续他的子孙为他修建坟墓 这个人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是谁 没错 就是元重换 元重换到底是忠还是奸 为什么大明的臣子 却被大明的皇帝判处死刑 为什么大明的百姓这么恨他 而清朝的皇帝却视他为忠臣 那么他到底是谁的忠臣 他的脚到底是站在了哪条船上 元重换是忠是奸 是黑是白 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 可以说他是在明朝最有争议性的人物 有人说他是一个大忠臣 他被杀死是一个天大的冤案 元重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还有人说他不是 他也是一个奸命之人 他做了很多的错事 最后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而不管是哪一方的观点 在论述他事中事间这个问题上 总也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毛文龙案 元重换诛杀毛文龙案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的 我觉得呢 是因为他就像一块是金石 可以释出元重换到底是中还是奸 是黑还是白 也就是说 如果元重换真的是因为一己之力 或者是个人好恶就诛杀了毛文龙 并导致几个月以后黄太极兵围北京的 几次之乱的话 那元重换这种将个人利益 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行为 就不能称之为中 更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 他诛杀毛文龙就像当年秦会诛杀岳飞一样 是自毁长城 而因此崇祯皇帝判处他以折刑千刀万拐的话 那也只能说元重换是罪有应得 而毛文龙则是被冤杀了 那如果相反呢 如果毛文龙真的犯有当诸之罪 那元重换就是冤枉的 虽然判处元重换急刑的时候 罪名有很多条 但诛杀大帅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 咱们先来说说这两位主要人物 先说元重换 元重换是广东东莞人 这个地方在两百多年以后 又诞生了一位影响中国的人物 叫孙中山 元重换应该不是一个学霸 他在36岁的时候才中了进士 他最早是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的支县 元重换其人如果从长相上来看的话 确实是缺乏英雄之气 清末明初的文人张黛曾经这样形容的 说他是短小惊骇壮四小孬 小孬就是猴子的意思 与元重换同时期的当时的内阁首府乾隆锡 也曾经说过 他曾经对皇帝说 说元重换这人有才能 我之所以一直没向您推荐 就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对不起您 不知道元重换的这副长相是否与他的血统有关 元重换是汉族这点毫无疑问 但他的血统却是淡人 什么是淡人呢 所谓淡人就是那群常年生活在海上的人 他们的日常起居全部是在船上 又被称为船上人家 在历史上他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其中有一个名称 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就是娇人 现在有很多的古偶剧 都是描写娇人的传奇 娇人就是那种鱼尾人身 据说能说人话 在中国的古籍书中 比如说山海经搜神记中都有记载 淡人又被称为焦人 有可能二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只是因为淡人常年生活在水上 所以人们就把他们与焦人放在了一起进行联想 当然了喜欢奇幻的朋友们也可以认为 淡人就是从焦人慢慢演化而来的 他们可能是从海上慢慢走上了陆地 这样的话 他们的鱼尾就变成了双脚 最后就成了现在的淡人 在搜神记中说淡人有两大特长 一个是他们善于织布 他们织出来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布 叫焦销能够防水 大家还记得陆游给他的表妹唐婉 写的那首拆头缝中就有这样的几句 春如旧 人空寿 泪痕红移 焦销透 其中的焦销指的就是用焦销材料制成的能够防水的手帕 焦人的另外一项技能就是焦人弃珠 说焦人的眼泪流下来以后会变成珍珠 说曾经有一些焦人既住在了岸上的人家 在那里日日纺织制作焦销 后来离开的时候就流下了眼泪变成珍珠 作为房租 打谢房主 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与诞人在古时候被强迫入海采珠有关 采珠人经常是九死一生 所以那些采得的珍珠可以说是粒粒蕴含着他们的心酸之类 在明朝的时候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 也就是黄策制度 诞人是没有户籍的 没有户籍的人自然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那袁崇焕又怎么中的进士呢 袁崇焕并不是以广东东莞考生的身份去参加考试 而是以广西藤县人的身份 所以后世的有些学者就认为 袁崇焕很可能是冒籍参加的科举考试 但也有学者认为并非如此 因为到了明朝的中后期 户籍制度远没有明朝初期那样严格 而且诞人的身份地位也随着他们居住的地方而发生变化 如果他们选择居住在陆地 他们的身份就不再是贱民 也是拥有户籍的 袁崇焕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商人 主要从事广东广西之间的贸易 当时广西缺盐 所以他从广东贩得盐 而广东缺木材 他又从广西贩卖木头 所以袁崇焕的父亲既是盐商 也是木材商人 他在广西广东两地都有房产田产 而按照当时的规定 如果你在当地拥有房产田产的话 那么你的身份就与当地人无异了 所以有可能袁崇焕就是以很正常的身份 参加进士考试的 袁崇焕在支县任上官升不错 三年以后进京述职 被当时担任御史的侯巡看中 觉得这是一个人才 将他举荐给了崇祯 侯巡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他有一个儿子 叫侯芳玉 大家熟悉的《桃花扇》 写的就是侯芳玉与李湘君的爱情故事 袁崇焕自此以后就就职于兵部 从此就开始了他的龙马生涯 毛文龙也是商人出身 他的老家是浙江杭州 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 后来家道中落 毛文龙也是先学文不成 屡市不地 后来改学武 中了武举 又在他的旧父的推荐之下 到了李成良的部队 做了一名游击 早期毛文龙最出彩的一次行动 就是镇江大街 这里说的镇江 并不是现在的江苏镇江 而是指当时辽东的镇江 现在的丹东附近 那次是毛文龙主动出击攻击后金部队 曾经一度占领了镇江 后来清军反扑 毛文龙无奈之下退守到了皮岛 皮岛又叫家岛 是在现在的北韩境内 他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处在鸭鲁江入海口以东 这个位置正好是处在朝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要出之处 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险要 镇江大街加上毛文龙占领了这样的一个险要的位置 他在朝中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他的官职也是一生再生 等到袁崇焕出任纪辽总督的时候 毛文龙已经是左都督官具正一品 而袁崇焕的纪辽总督不过是正二品 再后来就是袁崇焕以靠军的名义来到了皮岛 在皮岛 他与毛文龙先是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交谈 然后按照礼节毛文龙应该回访袁崇焕所驻的大帐 就在这一天袁崇焕突然翻脸 公布了毛文龙的十二条大罪 然后拿出了上方宝剑将毛文龙当即斩首 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经常听到上方宝剑这个词 据说这把剑可以上展昏君下展兼臣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上方宝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那是因为它是由上方制造的 之所以叫上方宝剑 这是因为这把宝剑是专门为皇帝生产 皇帝使用 上这个字本身就代表着是为皇帝服务的 比如说上一局上一间上十局上十间 这些都是伺候皇上衣服啊食物的部门 上方也是为皇帝服务的部门之一 他是专门负责为皇帝制作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刀剑 可以说上方这个部门集中了当时的最高科技 要是换到现在的话 两纳米的芯片应该就是由上方来设计生产的 上方局的最高行政长官叫上方令 历史上有一名非常有名的上方令 他叫采伦发明了造指数 上方宝剑最早也不叫上方宝剑而是叫上方斩马剑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叫斩马剑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叫上方杀猪刀实在是不太雅观吧 从宋朝开始上方宝剑开始了有它的特殊功能 就是可以帮助那些在外征战的将军们截至部下 谁不听话我就可以杀了谁 到了明朝这种作用发挥的更加明显 但上方宝剑并不是谁都杀的 据名是杨浩传记载 招刺号上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 当初崇祯皇帝赐给袁崇焕上方宝剑的时候 只是跟他说可以变异行事 袁崇焕当时也不可能问 问崇祯说您给我的这把剑我能把总兵杀了 那崇祯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你到底想拿这把上方宝剑干什么呀 所以袁崇焕用上方宝剑杀了总兵官毛文龙 到底算不算善权 这个呢还真是一笔糊涂账 但其实按照惯例 袁崇焕是不应该这样杀毛文龙的 他应该先将毛文龙积压起来 然后向崇祯禀报得到崇祯的同意后 才可以杀了他 这虽然并不是明门规定 但当时的官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但袁崇焕为什么如此擅自杀了毛文龙呢 他这样做难道不是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吗 事后的发展也确实如此 三个月以后几次之变 黄太极绕过蒙古围住了北京城 袁崇焕也因为这次事件引起了崇祯的大怒 最后被处以了急性 如此之大的政治风险 袁崇焕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 而且不光是政治风险 生命也有风险 袁崇焕只带着自己的亲兵来到了毛文龙的岛上 那是毛文龙的底盘 想轻易的在这块地盘里杀了毛文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可能毛文龙的脑袋没掉了 袁崇焕的脑袋先搬家了 那么既然面临着如此之大的风险 袁崇焕为什么还一定要杀了毛文龙呢 从袁崇焕公布毛文龙12项大罪就可以看出来 这次袁崇焕动毛文龙绝对不会是临时起义 他早就准备好了 很可能在上岛之前 袁崇焕就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一种是谈 谈好了那是最好 谈不好那就杀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使着袁崇焕如此急不可耐的要杀掉毛文龙呢 在明朝后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 是说袁崇焕是担心毛文龙泄露 他与黄太极密毛和谈的密 所以杀了毛文龙 还有人说呢 杀毛文龙是黄太极给袁崇焕开出的一个和谈的条件 意思就是说 毛文龙对后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黄太极要袁崇焕杀了他 咱们才可以谈 这两种说法呢 我觉得都不大合理 首先袁崇焕与黄太极确实是在和谈 当时后金也是努尔哈赤心丧 黄太极并不是一手遮天 当时是四大贝勒执政 所以后金上层的斗争也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尖锐 而且因为连年征战 后金的经济形势也很不乐观 这时候黄太极需要有一个缓冲 需要有个时间来对内部进行调整 所以他也希望能与明朝和谈 当时他与袁崇焕之间的和谈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崇祯皇帝非常清楚他们何谈的每一步 而且还曾经多次向严崇焕发出指令 告诉严崇焕怎么谈 什么能谈 什么不能谈 要求袁崇焕向后金提出 让后金退出辽东 归还他们劫掠的辽东居民 袁崇焕也是照旨办理 明朝提出这样的要求 绝对是黄太极无法接受的 黄太极也曾经写信给袁崇焕 指责他说你让我归还辽东之地 那么你想想 如果蒙古人向你归还他们的师弟 你能答应吗 所以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并不是一个杀死一个小小的总兵 就能够解决的 和谈之事 不光崇祯知道 朝中的大臣也知道 为此还经常弹劾袁崇焕 袁崇焕也是据理力争 这方面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毛文龙又知道什么秘密 除非是袁崇焕与后金之间 除了公开的以外 还有一些私下的密谈 那么如果真的有的话 明朝灭亡的时候 为什么清朝人没有公开呢 那么清朝以后的几个皇帝 对于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事情 应该是清楚的吧 如果袁崇焕真的与黄太极有密谋的话 那么后来的乾隆皇帝应该知道吧 那么他又怎么能将袁崇焕这样一个叛将 数为忠于职守的标兵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证明这种说法 再有 杀毛文龙也绝对不会是黄太极答应议和的条件 因为事实上 袁崇焕确实是杀了毛文龙 而之后黄太极并没有和袁崇焕议和 相反的是在三个月以后率兵包围了北京 南宋时期 秦桧在金人的要求下出卖岳飞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此时秦桧变成了袁崇焕 岳飞变成了毛文龙 那么毛文龙真的是岳飞吗 毛文龙肯定不是岳飞 不仅仅在于他从来没有建立像岳飞那样的功绩 还在于他做了岳飞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清朝灭亡以后 有些学者在清朝的皇宫中发现了一些秘密档案 因为这些档案都是用满文来书写的 所以呢又被称之为满文老党 在这部档案中收录了毛文龙写给黄太极的八封信 根据这几封信的内容 我们大致的能勾勒出以下的这样一条时间线 在天启七年的十一月 这时候崇祯皇帝刚刚继位 毛文龙就派遣使者带着礼物和他的亲笔信 觐见黄太极 在这封信中 毛文龙只是提到新天子登基 有意和亲 但黄太极并不相信他 黄太极觉得其中有诈 把来使杀了 礼物也没有收 两个月以后 毛文龙又派出了他的第二批使者 也携带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信的大概内容就是说 以前原都师与您谈一和 但是朝中议论纷纷 这件事情肯定不会有定论 我是边关的大将 皇帝赐我便以行事 所以如果咱俩谈的话 那可能就能谈成 同时似乎又在暗示黄太极 他说可令得当人来亲至疲倒 本镇面语心上事宜 黄太极心领神会就派出了自己的使者 屈虎 屈虎到了皮岛 与毛文龙有过一次面谈 但双方明显是并没有谈龙 屈虎觉得毛文龙虚好思通 毛文龙觉得屈虎 关节太低 说不上话 黄太极又派出了更高级位的使者 这个使者名字叫可可 他是一名牛鹿 黄太极给毛文龙带去了礼物 两个人进行了商谈 但到底商谈了什么 无人可知 只是在毛文龙写给黄太极的信中 曾经提到 可可登岛已经引起了当时明朝户部官员的注意 因为当时明朝定期会有官员登岛 核查当时的驻军人数 以便发放响吟 所以岛中经常会有户部的官员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 毛文龙与黄太极之间的秘密来往 明朝并不知道 如果真的知道的话 毛文龙也就不必担心户部官员会发现什么 三个月以后到了当年的七月份 毛文龙因为明朝一直拖欠他的军饷而恼羞成怒决意要投降后金 当时被他的下属官员阻止 劝他认真考虑一下 毕竟之前他与后金结怨太深 毛文龙觉得所言极是 于是他又派出使者去黄太极处去试探一下黄太极的意图 十月份黄太极有了回复他给毛文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除了说毛文龙以前说大话以外 还劝由毛文龙让他背叛明朝黄太极提出建议可以和他一起出兵 分别攻取山海关和山东 然后彼此罢兵共向太平 也就是从这一封信 从这一时刻开始 黄太极与毛文龙之间的联络 就不再是以往的毛文龙代表明朝政府冠冕堂皇的议和了 而是毛文龙代表皮岛之主与黄太极进行讨价还价 共分天下 这个时间节点是在崇祯元年的十月份 到了崇祯二年的二三月间 黄太极派出的使者又一次来到了皮岛 这次派出的使者还是以前的那位可可 但不知道这名使者是怎么搞的 登岛以后竟然误入了当时明朝官员负责发放响吟的户部官员黄中瑟的官传 黄中瑟知道了他的身份以后 马上就把他羁押起来 而且押送至了北京 此举令毛文龙大为恐慌 他一方面担心明朝政府知道了他的这些行为 另一方面又担心黄太极的使者被杀 黄太极一定不会放过他 于是他一方面上书重真 说后今屡次遣人持书请和于职 职意遗书退彼 就是说后今经常来人来 想跟我谈和 我已经拒绝他们了 另一方面他又连续给黄太极去信 解释黄太极的使者之所以被押送北京 并非他之过错 而且告诉黄太极 他已经广使银两 贿赂了有关官员 黄太极的使者可保不死 以后呢我再慢慢的把他救回后今 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在给黄太极的信中他还写了这样一份话 那么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会发出疑问 这些信件是真的吗 会不会是伪造的 满文老党中收录的毛文龙的这几封信 不仅建于满文而且也建于当时的旧版的汉文对照 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关于毛文龙归墙的意象 在其他的文献中也有记载 在清朝的史料中曾经记载了黄太极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 先日毛文龙与我当天蒙世 后来背世将我之使绑送南朝 那么会不会这些信件都是伪造的 首先满文老党并不是像名史那样是给后世人看的 满文老党的读者是那些皇子皇孙们 所以如果有人造假 造假的人肯定不会是后金的人 他干嘛要无缘无故的糊弄自己的后代子孙呢 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些信确实是后金人伪造的 目的是把这些信交给袁崇焕 让袁崇焕杀了毛文龙 这是后金人使的反奸计 首先要说这种说法 纯属猜测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佐证 而且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并没有出示这些证据 而在崇祯杀袁崇焕的时候 袁崇焕也没有向崇祯出示这些证据 来洗脱自己善杀大帅的罪行 如果非要说这些信是伪造的话 那必须要解释是谁伪造又为什么伪造 这些信在清朝灭亡的时候才面试 在这之前他并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 那谁又会费力的去伪造这些信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那袁崇焕又是怎么知道 毛文龙要判明的 袁崇焕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些信 但袁崇焕很可能从其他的渠道了解到 毛文龙有可能通敌 毛文龙通敌的事情明朝政府可能知道的不多 但当时的朝鲜却知道更多的详情 当时朝鲜的一位大臣叫郑忠信 曾经去信给崇祯皇帝 告诉他毛文龙通敌 皇太极的使者可可被抓 虽然毛文龙去信变白 但其中的疑点 崇祯和袁崇焕不可能看不出来 除此以外 袁崇焕在皮岛之上也有他自己的人 这个人叫刘兴左 他当时也是皮岛驻军的高级将领 对毛文龙通敌的情况应该是有所了解 但袁崇焕肯定没有找到毛文龙确实的通敌证据 所以他上岛以后先和毛文龙谈 希望在皮岛上建立政府部门 建立衙门 又希望毛文龙停止私货交易 在这些毛文龙都不答应以后 袁崇焕又建议毛文龙离开皮岛退休养老 但这些都遭到了毛文龙的拒绝 最后袁崇焕才使出了上方宝剑 毛文龙判清不仅是有企图 而且还是有行动 他不光是写了这些信 他还两次带兵驾驶着战船进入了山东半岛的登来 登来是与皮岛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的城市 上面责备下来毛文龙就说是船在海上迷了路 不小心到了登来 但登来人不这么认为 当时的江西道御史毛九华曾经上书言道 臣登来人也 毛文龙两制登郡 暗窥行事 登来将有不测之忧 而且在崇祯皇帝的圣旨中也曾经提到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 毛文龙两次进入登来 实际上是去查看地形地势 为他将来就像与皇太极约好的那样 自己独占山东半岛 做准备 至今为止 关于满洲老党中收录的毛文龙通敌的几封信件 虽然有很多学者对此其诸质疑 但没有一个学者 不管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 拿出一些证据来 证明这些信是伪造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相信 这些信是毛文龙通敌的铁证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推测和逻辑推理 都需要一个证据 那么毛文龙为什么要通敌 毛文龙最早与皇太极接触是在天启七年 也就是天启皇帝驾崩的那一年 新皇继位的那一年 崇祯继位以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除燕党 而毛文龙在他以往的仕途中与燕党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的火速提拔基本上都是在天启年间得到的 而天启年间大家也知道正是燕党专政的时候 燕党被铲除以后 毛文龙在朝中失去了最坚实的靠山 而且此时崇祯皇帝重用元崇焕 元崇焕上任以后曾经提出要毛文龙移镇 就是让他离开皮岛 元崇焕之所以这样要求也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皮岛所好军响巨大 据毛文龙所说 皮岛上有军事二十万人 但实际核查不过有两万多人 那这么多的空想又被谁吃了 而且毛文龙屡次不听号令 使得皮岛并没有起到战略牵制的作用 所以元崇焕想一阵 为此他还派出了一个自己的官员去皮岛 但这名官员却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 这件事情也很有可能是毛文龙所为 所以说呀 如果不是元崇焕迅速果断的诛杀了毛文龙的话 在下一次后金部队进攻的时候 明军是不能够期待毛文龙对后金的背后一击的 而很可能会面对毛文龙与皇太极的联手进攻 到那时候 山海关和山东半岛都将同时面临敌人的进攻 那时候的局面恐怕就更加糟糕了 所以元崇焕这样做 虽然有妄杀之嫌 有超越职权之嫌 但却是完全必要的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元崇焕是一位有担当的主帅 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政治风险 但他仍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崇真当然也知道毛文龙过往的通离行为 所以在元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 崇真并没有过多的表示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元崇焕那时候带兵在外 一方面也是因为崇真也认为毛文龙该杀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冤杀了元崇焕以后 毛文龙的养子毛成禄曾经向崇真皇帝提出 要为毛文龙平板昭雪 但这部奏章被崇真皇帝当即驳回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 因为元崇焕杀了毛文龙 导致了后来在三个月以后 皇太极率领着后勤部队能够倾诉的入关 包围了北京城 由此也证明毛文龙的价值和元崇焕杀毛文龙的错误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 不过呢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从努尔哈赤开始 后勤部队就一直企图突破山海关的防线 他们那时候为什么就不想想绕到蒙古呢 难道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 二人都喜欢受虐吗 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 而是他们做不到 因为那个时候从蒙古进入中原的这条通道 还在漠南蒙古的掌握之中 漠南蒙古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大汗 林丹汗 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倒是想从这条道走 但是人家不乐意 只是到了崇祯年间 林丹汗挑起了蒙古部族间的内战 导致漠南蒙古倒向了后勤 漠南蒙古中的科尔信部族和卡拉信部族 都纷纷与后勤通婚或者是建立贸易关系 这样才把这条通向北京的大道让给了后勤人 在这种情况下 后勤才绕到蒙古围攻了北京 所以这并非是因为毛文龙被杀 清军没有了后顾之忧 才放手围攻北京的 袁冲焕与毛文龙到底谁中谁间 其实从其他的一些方面也能看出来 袁冲焕被杀以后 家也被抄了 只抄出了白银五千余两 作为一个边关总帅 每年经手上百万两白银的统帅 家中竟然只有这点银两 而毛文龙被杀以后 他的财宝装了好几船 咱们再看看袁崇焕的下属 赵帅叫 袁崇焕手下大将 后来在回元遵义的战斗中迅国 赫世贤迅国 袁崇焕的东莞同乡韩润昌 看到袁崇焕入狱以后 自投入狱 冥亡以后出家为僧 袁崇焕被杀以后 无人敢为他收尸 后来他的一位姓赦的老部下 冒死将他的头颅悄悄的收藏起来 他将袁崇焕的头埋在自家院子里 从此以后隐姓埋名 终身为袁崇焕守目 至今已经历经了17代传人 岭南冯于山曾经有诗赞悦 担心未必当时变 避雪应留此地间 或许君庸先生避雪剑的书名 就是出自于此首诗 不过袁崇焕并没有儿子 避雪剑中的袁崇焕是虚构的 咱们再来看看毛文龙的部下 大家一定会记得清朝的三番 三番中的上游喜耿重明 这两人都是出自于毛文龙的手下 他们以前和孔友德一起 被清朝封为了三顺王 孔友德也是毛文龙的部下 这三个人加上毛文龙的杨子毛成禄 他们都是在大明与后金交战的 关键时刻临阵倒戈的 说到这不由的让我想起了那句俗语 叫上梁不正 下两位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这三个人在倒戈以后 他们首先攻取的目标就是山东 而山东我们刚才说了 恰好就是王文龙希望能够格据的地方 袁崇焕将军在临行之前 曾经口战一首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吴勇将 终魂依旧手撩东 在我看来 袁崇焕将军更像是一个悲剧英雄 他轰轰烈烈的战斗 但每一场战斗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最终悲剧的结局 能够打击袁将军的不是命运 而是实事 但他仍然无愧于自己的指手 自古以来 中坚难辨 坚不自招 中不自辩 坚者或国 坚者或身 袁崇焕无疑配得上这个中字 即使中中有威霞 但中仍然是中 即使坚中有无奈 但坚仍然是坚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